医院线上服务专区 是北京唯一的三级甲等妇产专科医院 此次推出线上便民服务专区 可以便于患者接受更为便捷的服务 专区中共有产科建档等数据采集 后者信息查询 超生等辅助检查语 约报道 孕妇学校特程预约 手术 待产实时进程查询 化验报 告在线查询 诊断证明真伪见证七大功能模块 患者可以下载官方应用乐活APP 进入北京妇产医院便民服务专区 经过实名验证后 即可使用医院负责人 正在展示线上产成跟踪功能 摄影新经报记者 待宣医院信息中心助理工程师凌晨介绍 产科建档需要孕妇提供一系列数据 以前需要在纸质上填写很多内容 现在经过大幅同意后 可以在手机上进行填写 然后将二维码拿去窗口扫描一下 就可以录注 产检的化验结果 也可以在APP上查 基本当天可以出以前需要去窗口问 或者去自住机上刷卡查询 现在检查完 就可以回家等待结果 手术 待产实时进程 也能在手机上看它介绍一般分别 长达20到30个小时 此前是住产师在小黑板上写出产房中产妇情况 但是产妇在病房中 家属在门外不清楚 具体情况 虽然产房外有大屏幕 但家属要在门外哭着 现在在手机上就能见到孕妇宫口情况 下次检查时间 是否可以离房等信息 新经报记者代宣编辑 黄哲成教对陆阿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